欢迎两位啊 哎 笑你的头发啊 今年流行这个是吧 是吧 好好好 咋了 因为剪头闹到这儿来了是吗 不会吧 有一部分原因 真有啊 就是认识八年 相处三年 同学是吗 不是同学 就是在外面 你看你今年24嘛 八年前你倒十 八年前十六岁 我也在上学 因为我上学是在那个吉林 那个长春上学 就是离开老家了 然后来到那个地方上学 就平常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就认识他了 然后就一直保持着联系 交往几年啊 交往三年 交往三年 对 头两年大吵小吵也有 就是反正吧 小吵小吵都能过去 也没寻思就是说分手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最近一年 越吵越厉害 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自己解决不了了 寻思想寻求一下各位老师 为什么吵 他特别懒 家里边屋子也不熟 其实就不是脏 就是我没有 就是我没有把东西摆放了很整齐 我还没说完呢 那你说 相处我给三年 头两年就是 刚开始是他追的我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家养了两只猫 是代替朋友养的 过去的时候 还能帮我搓搓猫杀呀什么的 守着守着服 半个月之后 出上对象了 这可都好了 不熟了 啥都不熟了 去他家也是 我给他守着服 我给他洗衣服 给他做饭 他做饭也不会 洗衣服是我洗的好吗 是 洗完了不亮 放洗衣机里边怼着 全自动的谁不会 我也会 有手就能按 但你都连你的衣服 都不放在洗衣机里 就是 我不放 但是我叠声啊 我也没让你撇的皮片的 我帮你守着服 地下有根头发都不行 自己不守着也那么低了 就是其实这些事 都可以沟通 大家都可以 就是互相迁就嘛 我觉得 那你为什么非挑刺呢 我还帮你守着 你还挑我刺 我没有挑刺 我就是告诉你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 那你会做 你不做 你让我做 好尴尬呀 他嘴就这么厉害 对呀 平常吵架的时候 也是这样 你吵不过他 对 我吵不过他 因为我是 我是起头起得比较坏 因为我俩 心得其实脾气都挺激的 人家起完头 人家就不知声了 对呀 我发气 完了我就好了呀 完了 然后他是越吵越厉害 然后就自己可能 哒哒哒哒哒哒 一直在说 我不说我还跌着 我做的事也多啊 我还不让我牢子牢子 对呀 然后我就为了避免 我们两个可能会吵得更加严重 那 所以我就尽量就不说了 你说什么 你说我 然后我就装听不见 这个你对他这个打扮什么满意吗 为啥不累跟他出去玩呢 为啥 你看着头发 我俩像七兄弟 虾老师 绝不说 就不说远的不近的 刚才在后代化妆的时候 刚才是 我还以为你领弟弟来的 哦 高跟鞋 第一次穿吧 其实我也可以打扮成这样 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平常穿那些衣服 或者是平底鞋呀 或者是就运动 运动衫啊 我们就说舒服呀 嗯 就平常不工作的时候 就连装子不怕 还说工作呢 嗯 是 真是不工作 天天给他躺 穿睡衣 没有 他不工作啊 不工作 大学毕业 给他找好一份工作 也不工作 为啥 那是之前 这是高的进不去 第一的选政勤少 不乐趣 人家有学历 什么学历啊 人家是文化人 你是大学毕业生 我不是 哦 男生你什么学历 我初中毕业 你呢 我大学本科 也没有那么高的学历 你看你说话酸酸的 不带这样吧 他总挑 他总说我没文化 我说话操理不操 这事也是对的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你的话说很轻 我现在就是 反正不见之后 就是在酒吧工作 哦 你在酒吧工作 那你呢 我 我一开始我毕业了之后 我确实没找工作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 后来找我 已经毕业了 而且已经有男朋友了 在花家里的钱 好像不太好 花我的 我也不是花你的 我也跟你说让你帮我找工作 然后后来我就去 这不工作还好 一工作去酒吧 我俩不是你一点 因为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这个 他先唱完了 那你说 跟朋友 我说着呢 那你说 他先唱完了 跟朋友出去吃饭 又出去唱歌什么的 往我说去接他回家 他还不用我 说你出来干啥不方便 我说跟谁方便 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都能带着他 就我俩出去 像他的朋友 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是为啥 我觉得他主要生气的 就是我 跟我的就是 闺蜜吧 出去玩 然后不把他们介绍给他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可能他们的男朋友 就是要不就是 公务员啊 或者是 当兵的啊 或者是那种 或者是 就做生意的那种感觉 就是然后我 是领我出去没有面子 但也不是 我是觉得 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把你介绍给我的 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我们在一起 他们也都不带男朋友出去 就是 我们说一些 比较私房的话 有男的在场 好像 就说不出来 哎呀 行吧 你们一会儿追他是 喜欢他什么呀 就是一是 不是追了两年吗 对 就是觉得 他那个性格挺好的 然后其实外形也不差 就不能说好 但是也不差 然后对朋友 真的就是挺仗义的 然后特别关心 但是出的像 跟当朋友 结果就完全就是两回事 你跟你朋友 不也挺大方的吗 那不一样 出去吃饭花钱 那家伙的 可能我从小我就这样 我出去请我朋友吃饭 花钱就不让 不是说你请你朋友吃饭 花钱不让 我是觉得有一些钱 没有必要花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女生都比较节俭是吗 她不节俭 她自己不节俭 对我这块节俭 其实我之前 就完全没有省钱的 这个概念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想 就想定下来 想跟她结婚 那你跟她说过这个想法吗 我们总说 但是就结不上 是因为可能 就是对她也没有 特别过分的要求 就想说 结果想有个住的地方 有个安稳的地方 我也不是说不满 但是现在咱俩的条件 不是买不起吗 我也不是说不攒钱 你是你省钱 全都省到我儿了 你一共能攒到我儿钱 我从小到大 我爸我妈都没亏过我吃 没亏过我串 行 哭完再说 在这把自己的心里话 都说出来是最好的 开始委屈了 男生数了半场都没委屈 一说结婚的话题 怎么就委屈了呢 其实有些话 我不想跟她说 因为我也怕她伤她 你怕伤害她 对啊 怎么了 我不能说我家里条件挺好的 但是 就从来我不会考虑 生活上这些东西 然后突然又面临这个问题 可能现在就是 她的工作就是特别不稳定 而且可能如果不是有她的话 我大学毕业 我可能就回老家了 而且我可能生活得比现在 只是说可能吧 肯定会比现在更顺利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想要一个婚房 然后她就是一直都没有 跟我特别多的表示 其实我父母这边给我的压力也挺大的 她觉得 如果勉强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降低我现在的生活标准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是说你已经跟父母也说过 想嫁给这小伙子 对啊 其实我们都彼此见过双方的父母 但是父母之间没有见面 现在是那个情况 你母亲父母满意她吗 我母亲反正我父母还都是挺开放 但是我家说实话是农存的 其实也没有多少积蓄 我老家吧那边就占房子 就说现在把这房子占了 给我出个首付 我就一直都没提 我现在也就这几年的事 我就没必要提 反正她还总催我 反正她还总挺像这家里边 就是意思是没有婚房 就是其实现在我 就是想分手的意思我感觉 就是省钱省得有点过分 可能也是因为 咱们两个都没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你说 不是比如说就哪 这个酒吧哪天黄了 你就你就失业了 你明白吗 你能你能干嘛呀 我可以去别的酒吧呀 你在酒吧能待一辈子吗 我问你啊 你在酒吧干什么呀 调酒啊还是做歌手啊 做歌手 酒吧住演是吗 女生现在在酒吧也唱歌是吗 对我唱歌 她现在就是属于不干了 生活压力很大是吗 女生觉得 对呀 而且我也可以跟她一起 就是攒钱买房子 问题就是现在 大家都无能为力 你觉得吗 就是而且我爸 我妈也说了 就是可以给你钱 投资创业 她心里面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想法 就让我觉得她不上级 就可能 就是你觉得看不到希望跟她在 对啊 是吗 看 男生怎么考虑的未来 你跟他聊过吗 你跟他说呀 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件事 他觉得 他家里条件挺好的 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说 我显得我特别自卑 我自己心里边想着就得了 但是就说实话 我学历也不高 我除了酒吧 这个工作就是挣钱还挺快的 别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还挺累的 现在趁年轻 现在多干两年能干的工作 多攒点钱 那以后 反正现在也在慢慢考虑 也不是说一点都没考虑 这么大了也不是非常吸引 其实等于一场恋爱谈的 让两个人要面对生活了 是吧 对 过去你也没想那么多 说我的未来是什么样 我不考虑 我唱着就行 对不对 我有工作 一人吃饱 全家不愁 是吧 女生过去是家里的小姐 一场恋爱也谈的 要认清生活是什么了 是吧 是啊 除了爱情 除了风花雪夜 还有非常现实的面包 是吧 这就都活得落地了 一落地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刚才上来以后 用很抱怨的方式 抱怨了她很多 你告诉我一句心里话 你还爱她吗 不爱她能来这儿吗 不爱她能来 那你爱她什么呢 哪都挺喜欢 女生你还爱她吗 我可能 我可能爱 但是应该就是没有 以前那么爱 我是一个 就是很难改变 很难去适应新生活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当年 自己一个人来 就是从老家去外地上学 所有的朋友都要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联系 所有的朋友都要开始 重新交接 然后等到遇见了她 我就觉得 就是还挺聊得来的 然后她还特别开玩笑 然后她没事就说 咱俩出的像啊 就是你也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女朋友 那就说得下吗 那可能 就慢慢地潜移默化了 我脑子里就可能会 想 想要试着跟她在一起 然后 就在一起的这么 三年说长不长 说暖不暖 最美好的时光 其实都在 其实都在她身上了 我就觉得 我也不想 你看到 这段恋爱谈得还挺苦涩 下面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夏老师 男生一上来 你知道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步步紧逼 一脸嫌弃 就是对你对面的 你的女朋友 我一丁点 我可能就是 心口不一吧 我一丁点都感受不到 她是你的女朋友 是你的爱人 你知道 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 只看得到对方身上的缺点 看不到对方身上的优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可以吵 可以撕 但是不可以恶语相向 你知道往往伤害我们的 不是说身边那些冷漠的人 而是最亲近的 枕边人的恶意相向 就是如果你的 每句话里面 都是话中带刺的话 你让他怎么能感受到 你对他的爱呢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现在就像要在 一个身上拔刺 这个是很痛的 可是这个刺扎得 生了以后 他欠进你的身体里以后 他本身就是一个义务 到底爱不爱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你都已经用 可能这个词了 那是什么样的感情 你应该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就是拔刺的一个过程 如果都放开了 是不是对彼此都好 如果要在一起的话 就好好吵架 多为对方着想 不要太把自己的 个人利益放大化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陈总 男孩刚才说了一句话 叫心口不一 我认同 你能告诉我一句话 到底你们俩谁追谁吗 他追我 女孩说了一个细节 你时不时都会跟他说 哎 要不然咱俩出出对象呢 你其实是早已经喜欢他了 我相信他心里 其实也是清楚 但是他刚才说 是我主动追的 他给你面子 你上来好像你的语言上 很占上风 通常你生活当中 也是他起一头 马上你就会 步步紧逼 你赢了 但你到底想掩饰什么呢 你想说明什么 其实 我觉得在你的心里 是觉得有点 配不上 甭管从学历 从他想象的未来 你能不能给 你是没有信心的 但是这种没有信心 你没有表现出 我更努力地去工作 我会更加地好 照顾 我不会有怨言 因为我想 做到你想要的那些 想做到你 我想要的那个人 但你没有去这么做 你内心是底气不足的 而你所有的不去做 反而在一些语言上 细节上 去打击 它就会给这个女孩 带来极大的不安全 她身上有问题 你身上同样也存在 为什么你知道 可以做得更好 你为什么不做 你心里有没有 一些偷懒的 其实如果说 你们两个对彼此 都是有感情 不愿意去割舍 为未来呢 真是一定要靠 某一个人去实现吗 为什么不能 共同去实现 你也要上进起来 否则你的不上进 反而拖来了它 如果你们都 彼此上进的话 我相信未来 一定会不一样 先做好自己 让自己值得 对方去爱 两个人互相相爱的话 才能积极向上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涂老师 有一句话很好 喜欢有的时候 是一种放肆 但是爱 其实是一种克制 你心里 是多多少少 有些觉得 这个男人 是拿不出手的 你承认吗 应该是吧 就是 可以这么理解 你哭得那么伤心 是因为你们将来 可能的 不安全的生活吗 在我看来不是 你哭得那么伤心 其实你心里 在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 娇生惯养的女生 我为你已经 落魄如此 那么将来 难道你不应该 给我一点安全感 你想做 想其成 但问题是不是这样 所有的爱情生活 婚姻生活 都要靠双方的努力 没有谁说 我已经下架了 所以 你 应该对我 怎样怎样 所以你那个眼泪 其实不是 生活心酸的眼泪 而是你自认为 委屈的眼泪 所以你没有多爱 事实上 在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 我也没有感觉到 你付出了什么 或者为他付出了什么 家务活是人家在干 生活当中 主要的支出 是人家在出 钱还交给你 你自己也就在酒吧里面 唱唱歌 也不是说 以此而谋生 所以 你既然没有 对生活有所付出 没有对别人 有所付出 你有什么资格 来要求别人 又或者说 你有什么资格 为自己将来的生活 掉下眼泪呢 而至于男生的话 你真的想娶他吗 也未必 你要真想娶他 不管自己的学历有多低 你都应该出来 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不管现在买得起方 还是买不起方 至少从现在开始 有所规划 但是你也没有 所以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人 在酒吧那个 消遣的地方 遇上了彼此 有了一抹生活当中 彼此相应的 相处的生活方式 仅此而已 就这个 有些东西是跨不过去 我觉得跟爱情没有关系 与爱无关 那句话说 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你知道了生活 你发现这句话 其实是个谎 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相爱 但是回归到生活 回归到婚姻的时候 你想跨越很多东西 就变得特别特别的难 其实你们看 如果不谈结婚这件事 我相信你们俩 打打闹闹 还挺恩爱的吧 对 是吧 挺好的 你看 只要不说结婚 你们俩打打闹闹 一定还很恩爱 但是真的要回归到 结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突然发现不对了 女生突然发现说 她能给我幸福的生活吗 这个男人能稳定吗 未来有一天 我要给她生孩子 我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 过这样漂泊的生活吗 为什么我的 其他的姐们 就能找一个 相对稳定的男人 而我就不能 男生可能在这个岁数的时候 还没考虑那么多 其实这问题 你考虑一下 也挺残酷和严峻的 所以未来她要给我生娃 万一我这个酒吧倒了 或者我的嗓子倒了 我的第二个谋生手段在哪 我恰恰是觉得 因为面对现实 因为你们认真的 想要面对现实的时候 所以你们爱情当中的 那个现实部分的 落地部分的东西 的矛盾全都出来了 不要记恨你 不管对方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 都给一个充分的理解 希望你们能好 前提是理解对方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相识八年 相恋三年 面对婚姻的时候 似乎是一套房子 要把这段情感砸开 但是真的把这段情感 放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 我们会观察出不同的问题 这对年轻人 最后会做何选择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好漂亮啊 在爱里等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